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主食似乎处在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每当谈起主食,大家总能找出形形色色不吃主食的理由,仿佛主食已然成了可以随意舍弃的角色。 而且呀,近些年来,围绕主食的负面传闻那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甚至他还被无端地扣上了慢性并元凶这么一顶沉重的帽子。 着实有些冤枉呢? 一、吃主食越少,死亡风险越高。 在日本,有一位名叫童山秀树的作家,他的经历就给大家敲响了一记警钟。 在2010年的时候,童山秀树被查出患有糖尿病,为了能够控制病情,他当时极力推崇拒绝主食这样一种做法。 还别说,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他的体重确实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仅仅三个星期,体重就从87公斤一下子掉到了67公斤。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就在七年之后,他却猝然离世了,地点就在东京的一家餐厅里,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只是个吏罢了,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呀。 但实际上,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曾经发布过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呢? 这项研究表明,总体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食、摄入量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着一种U型关联。 这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来说呀,主食的摄入量是有一个恰到好处的范围的,只有在这个合适的范围内摄入主食,才能让人更加健康长寿。 相较于那些主食摄入量比较多的人群而言,如果主食吃得太少了,那么死亡风险可是会显著升高的哦。 毕竟,不吃主食的危害实在是太多太大了呀。 一、增加心脏病风险。 一般来讲呀,当人们刻意减少主食的摄入量时,为了填饱肚子,往往就会相应地增加肉,但等富含蛋白质食物的摄取量。 可这样一来呀,身体里的营养结构就失衡了,心肌梗死和脑促重的发病风险就会随之升高呢。 这是因为过多的蛋白质摄入,会使得身体内的代谢环境发生改变,给心血管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 久而久之,就容易引发心脏方面的疾病了。 二、增加肠癌风险。 主食中含有的淀粉可是我们身体能量供应的重要来源呀,要是主食吃得少了,身体的能量供应就得依靠蛋白质来提供了。 然而,蛋白质在分解代谢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呀,这些废物可不得了,它们会加重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让这两个重要的排毒,代谢器官不堪重负。 而且呀,还会促进大肠内腐败菌的大量增值呢。 长此以往,肠道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差,患上肠癌的风险也就大大增加了哦。 三、导致大脑退化。 据相关研究发现呀,我们的大脑每天可是需要大约130克淀粉主食来提供能量的呢,要是主食摄入不足,大脑得不到充足的能量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比如说精神不振呀,整个人总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注意力也没办法集中,不管是看书,工作还是做其他事情。 总是容易走神,思维变得迟钝,反应都慢了好几拍,甚至还会出现焦虑不安等症状呢,严重影响了大脑正常的思维活动,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会产生极大的干扰哦。 四、内分泌失调。 主食在我们身体的内分泌调节方面,其实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呢。 一旦不吃主食,身体的内分泌系统很可能就会被打乱了,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呀,有些人为了减肥,选择不吃主食,可这样做,很容易出现月经不调的情况呢,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B经等更为严重的问题呀。 这对女性的身体健康影响可太大了,所以可千万不能盲目地通过不吃主食来减肥哦。 五、抑制低血糖。 要是长期不食用主食,身体就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况哦。 低血糖一旦发作呀,人就会感觉心慌慌的,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一样,七上八下的,还会头晕目眩。 脑袋晕乎乎的,站都站不稳,整个人也是精神萎靡的,干什么都没力气,这些症状不仅让人特别难受,而且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是不容小觑的呢,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呀,更要格外注意了,可不能想着通过不吃主食来控制血糖哦。 那样反而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呢。 六、容易营养不良,两股类食物可是个宝藏呀,它们富含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是人体最廉价,也是最基础的能量来源物质呢。 要是不吃主食,仅仅仅仅靠着吃蔬菜来填饱肚子,往往会导致能量来源不足呀,毕竟蔬菜所含的能量相对是比较少的。 长此以往,人体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了,身体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营养支持,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健康状况可就每况愈下了哦。 七,一发胖,有些人天真的以为,不吃主食就能瘦下来了,可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哦,他们不吃主食后,转而吃了更多的肉类,肉类里面油脂含量可不低呀,这样一来,摄入的油脂就变多了,体质自然而然也就增加了,不仅没瘦下来,反而还变胖了呢,这可真是得不偿失呀。 二,主食要粗,柳叶刀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系统综述和汇总研究,这篇研究用极具权威性的数据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健康知识,来自全骨杂痘的膳食纤维,对人们的健康长寿有着积极的影响,它能够帮助人们降低全因死亡率呢? 换句话说呀,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是非常有利于健康长寿的哦,而这些对我们身体大有弊益的膳食纤维,其主要来源正是粗粮呢。 而且呀,用豆类,粗粮去替代一部分精白米面,那好处可多着呢?一方面呀,这样做能够大大提高饱腹感。 让人吃完后好几个小时都不会觉得饿,对于那些想要减肥的人群来说,这简直就是最佳的选择呀。 那怎么把粗粮融入到日常主食当中呢? 其实很简单哦,要是喜欢吃米饭的话,可以在白米饭里添上一些杂豆,像红豆,绿豆,云豆,豌豆等等,或者再加点杂粮,比如糙米,大麦米,玉米碎,燕麦之类的。 要是爱吃面呢,就在精白面粉中加入适量的玉米粉,黄豆粉,紫薯粉,这样做出来的主食呀,不仅营养更丰富了,口感也别有一番风味呢。 三,主食要杂。 一,蛋白质冠军,燕麦。 燕麦在穀物当中可是相当出众的哦,它的蛋白质含量在众多穀物里是最高的呢。 而且呀,它的蛋白质吸收率也比较高哦,除此之外,燕麦还具有调控血糖和血脂的功能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十分有益,平时我们可以用燕麦来煮粥喝,熬出来的燕麦粥香浓可口,营养满满,也可以把它做成燕麦饭,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哦。 二,纤维冠军,乔麦。 中国食物成分表里面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呀,每一百克带皮的乔麦里含有的膳食纤维竟然高达十三。 三克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含量,可有着不小的作用哦。 它能够有效地预防便秘,让我们的肠道更加通畅,还能保护肠道健康,维持肠道内良好的微生态环境呢。 三,养胃冠军,小米。 小米可是一种特别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食物哦。 它在养生保健方面有着独特的功效呢,对于那些脾胃虚弱,身体比较虚弱,经血受损,或者是产后身体虚损。 食欲不振的人来说呀,小米就是一种营养康复的良品呢。 也正因如此,它还被营养专家亲切地称为保健米,深受大家的喜爱哦。 四,养颜冠军,一米,一人米可是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啊。 它具有沥水肾湿,健脾止蟹,清热解毒等诸多功效呢。 对于皮须腹泻,肌肉酸重,关节疼痛等症状呀,它不仅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 还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哦。 经常食用一米,对我们的皮肤也很有好处,能够让我们的肌肤更加水润有光泽。 所以说,它是养颜冠军可一点都不为过呢。 五,胡萝卜素冠军,红薯,红薯的营养价值也是不容小觑的哦, 尤其是它的胡萝卜素含量,那在众多食物当中可是名列前茅的呢。 每一百克红薯中,胡萝卜素的含量高达750微克呀。 这么丰富的胡萝卜素,能够起到保护势力的作用,预防夜盲症的发生, 还能防止皮肤干燥,让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润细腻。 同时呀,也有助于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健, 抵御外界病菌的侵袭呢。 六,补肾冠军,黑米,黑米的营养价值可要比普通稻米高得多了哦, 它有着独特的养生功效呢。 食用黑米能够明显提高人体血色素和血红蛋白的含量, 对心血管系统的保健有着积极的作用。 而且呀,对于儿童骨骼和大脑的发育也是非常有利的哦, 是一种特别健康的主食选择呢。 不过呀,黑米不太容易煮烂, 所以在煮之前,最好先把它浸泡一夜, 这样煮出来的黑米口感才会更好哦。 需要注意的是,消化功能较弱的幼儿和老弱病人不太适合食用黑米哦。 七,补钙冠军,云豆,相关的数据显示呀, 每100克带皮云豆中含钙量可达到349毫克呢, 这个含钙量差不多是黄豆的近两倍呀, 着实让人惊讶呢,这么高的含钙量, 使得云豆在预防骨质疏松方面有着很好的效果哦。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适当多吃些云豆, 能够为骨骼健康增添一份保障呢。 八,营养冠军,糙米,糙米相较于精白米而言, 那可是营养丰富得多了哦, 它里面含有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的含量 都比精白米要多呢。 而且呀,经常食用糙米还能够降低胆固醇, 减少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几率, 对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十分有益哦。 不过呢,糙米的口感比较粗, 质地也比较紧密, 煮起来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哦。 建议大家在煮之前, 可以先将它淘洗干净, 然后用冷水浸泡过夜, 接着连浸泡水一起放到压力锅里煮, 煮上半小时以上。 这样煮出来的糙米, 口感会相对好一些哦。 九,维生素C冠军, 土豆,可别小看了土豆哦。 每100克土豆中, 维生素C的含量竟然达到了27毫克呢。 这个含量可是高于大多数的根莖, 鲜豆和茄果类蔬菜哦。 维生素C对我们的身体可重要了, 它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 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抵抗力, 还能改善铁, 改和叶酸的利用情况呢, 使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地吸收和利用这些营养物质哦。 四,主食药适量。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宝塔给出的建议啊, 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 保证每天摄入骨类和鼠类食物250克至400克是最为合适的哦。 当然啦, 如果是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呢, 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摄入量哦。 具体怎么分配才好呢? 最好是全骨粗杂粮和杂豆类摄入50至150克, 鼠类摄入50至100克。 这里的鼠类重量指的是干重哦。 如果按照先重算的话, 大约是干重的5倍重呢, 其余的部分就可以是精米白面了。 这样的主食搭配啊, 既能保证我们摄入充足的营养, 又能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哦。 主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么重要, 一些糖尿病患者可能会存在顾虑, 自己稍微吃点主食, 血糖就控制不住了。 那么, 糖尿病患者应该怎样健康吃主食呢? 一, 控制主食总量, 根据患者的年龄, 性别, 身体活动水平以及血糖控制情况等因素, 合理确定每日主食的摄入量。 一般来说, 成年糖尿病患者每日主食摄入量可控制在150至250克左右, 具体可咨询医生或营养师, 在进行个体化的调整。 例如, 活动量较小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相对少一些的主食量, 而体力劳动者或者运动量大的患者则可以适当增加, 但都要确保摄入总量在合理范围内, 避免血糖过度波动。 二, 粗细搭配, 将精细米面如白米, 白面与全穀物, 杂豆类等粗粮,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食用。 比如, 可以把白米和糙米按二, 一的比例煮饭, 或者在白面中加入适量的荞麦粉, 制作面条, 馒头等, 这样既能改善粗粮相对粗糙的口感, 又能充分利用粗粮对血糖控制的优势, 使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更为平缓, 有利于稳定血糖。 三, 主食搭配其他食物。 每餐主食要搭配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如瘦肉, 鱼类, 蛋类, 豆类及豆制品等, 以及蔬菜一起食用。 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 从而减缓血糖上升速度。 例如, 午餐吃糙米饭时, 搭配一份清蒸鱼和清炒食蔬, 这样的搭配方式可以使餐后血糖升高幅度更小, 保持血糖的相对稳定。 四, 注意进食顺序, 建议按照蔬菜、蛋白质类食物, 主食的顺序进食。 先吃蔬菜, 蔬菜富含膳食纤维, 能够增加饱腹感, 减少后续主食的摄入量, 接着吃蛋白质类食物。 进一步延缓消化, 进一步延缓消化, 最后吃主食, 这样可以使主食在肠道内的消化吸收更为缓慢, 避免血糖快速上升。 5, 定时定量进餐, 养成规律的进餐时间和固定的主食摄入量习惯, 避免鸡一顿饱一顿或者随意加餐。 定时定量进餐有助于身体形成稳定的生物中节律, 使胰岛素的分泌和作用也更加规律, 更有利于血糖的平稳控制。 总之, 糖尿病患者选择主食要注重营养均衡, 血糖友好, 并且采用健康合理的食用方法, 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血糖。 维持良好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在日常生活中, 吃主食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注主食的烹饪方式, 避免过度加工。 过度加工的主食, 比如将大米反复淘洗, 精细研磨等, 会进一步损失其中的营养成分, 像B族维生素等水溶性维生素 容易在淘洗过程中流失。 而过度研磨则会去除谷物的外层营养部分。 另外, 一些经过油炸、 油煎等高油脂加工的主食, 如油条、 油饼等, 不仅热量大幅增加, 还可能含有一些对健康不利的有害物质。 长期食用容易导致肥胖、 血脂异常等健康问题, 选择健康烹饪方法, 推荐采用蒸、 煮、 炖、 烤等相对健康的烹饪方式, 例如, 蒸米饭、 煮玉米、 炖红薯、 烤土豆等, 这些方式能最大程度地保留主食的原有营养成分, 同时也不会额外增加过多的油脂和热量, 有利于身体健康, 而且向煮燕麦粥时, 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坚果、 水果干等, 既增加了口感和风味, 又提升了主食的营养价值。 四, 合理搭配其他食物, 搭配蛋白质食物, 每餐煮食要搭配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一起食用, 如瘦肉、 鱼类、 蛋类、 豆类及豆制品等, 蛋白质消化吸收相对较慢, 能够延缓未排空时间, 进而减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 使餐后血糖升高更为平缓, 比如早餐吃面包时搭配一杯牛奶, 或者午餐吃米饭, 搭配一份清蒸鱼, 晚餐吃面条, 搭配豆腐汤等, 都是很好的搭配方式, 有助于营养均衡和血糖稳定, 搭配蔬菜, 蔬菜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与主食搭配食用, 一方面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 减少主食的摄入量, 另一方面能进一步延缓主食的消化吸收, 调节血糖水平, 同时蔬菜中的各种营养成分与主食相互补充, 能让饮食营养更加全面, 例如吃糙米饭时搭配清炒食蔬, 吃红薯时搭配凉拌蔬菜沙拉等, 二、主食的储存问题, 保持干燥通风, 主食应储存在干燥, 通风良好的环境中, 避免受潮发霉, 像大米、面粉等, 如果存放环境潮湿, 很容易滋生霉菌, 产生黄曲霉毒素等有害物质, 一旦误食受污染的主食, 会对肝脏等器官造成严重损害, 甚至危及生命健康, 注意防虫防鼠。 一些穀物类主食容易遭受虫害、 鼠害, 所以储存时要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比如可以使用密封容器存放, 并放置一些防虫、 防鼠的物品如花椒、 蟑螂丸等, 但要注意避免与食物直接接触, 确保主食的质量安全, 延长保质期, 总之, 日常生活中吃主食看似平常, 但其中包含着诸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关注这些问题, 有助于我们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保障身体健康, 维持良好的生活状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击订阅,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